抚名利场中弹子变过 还当于自己份上做些功夫 佛际空乃人士让走一遭 这一段我有很深的感触 在我这一生里面 在官场上 在名利场中 我在差不多1998年 我那时候就可以当蛮高级的官司 外勤 那时候长官问我 我要选择哪一条路 我跟他选一个 比较 没有这些外勤的 繁重的工作压力的 一个内勤单位来做主官 就是民房管制中心主任 我在那个地方当主任 一共用了将近八到十年的光阴 我全心投入尽教 我全心投入 去自立立他请菩萨行 我这一生里面 我这一生里面 住恋最多的 将近三百多个个案 关怀临终病人 就是在那个八年的主任的生涯里面 我在那边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自己这十几年来 在官场的浮存 我其实也相当能够 勿托这是其中的道理 就是这里面讲的 民立场中的坛只变过 所以我们警政署里面最高阶的 杜查士主任三线三颗心 那时候得到癌症的时候 住在我们心殿壁坛的别墅里面 当他得到癌症的信息的时候 他才六十二岁 他不敢下楼 也不敢跟朋友通电话 他仿佛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那么连牛叫我去跟他关怀的时候 叫我跟他讲 不能讲往生 不能讲死 那我说讲什么 我后来跟他讲 人为什么到世间来 要如何离开这个世间 短短的三十分钟跟他讲 十二阴连的道理 我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达出来 十二阴连就是 无名行事 民寿六路 畜寿 爱其有生老死 讲完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死在农民总医院 最后 他来不及换衣服 因为死在农民总医院的时候 只穿一个短裤 运动裤跟运动上衣 躺在他女儿的手臂上断气 往生的时候 在农民总医院的太平间住恋室 住恋完了以后 我跟他说法 被藏仪公司内 放在 住恋室的大门口等 应大体的车子过来 我看了很不忍心 我说教练有时候 把他围起来练佛 帮他装眼 我说他堂堂 是一个三线三颗心的高级景观 一生的尊崇 到此全部告一个段落 结束 也不够是躺在住恋室门口地上的一位 大人物偶宜 那时候是 住恋完了时候 是半夜 快一点到两点 他的太太 万夫人 几乎撑不住了 唯一的毒子 比他早死 他还没到达退休年龄 六十五岁 还有三年 他六十二岁 就得这个慧宪癌 换成任何一个人 都死得不甘不厌 不厌力断气 所以我很能够体会这八个字 名利场中 痰子变过 看了很多了 以前提拔我过的一个局长 也在台北市不可一世 刺诈轰盈 大权在握 最后往生的时候 癌症病发的时候 整个头部像一个篮球这么大 他太太后来也得了忧郁症 这个局长夫人 这个局长夫人 我也是跟他安慰 我们这个局长 得癌症以后 打电了给那个督察室主任说 老万啊 你怎么过路子 两个同病相连 两个都是三线三颗心 在我们警戒里面最高是三线四颗心 他是三线三颗心 不能说不大 最后我陪他到台北市第二殡仪馆 到凌晨五点 在清脆的练佛声中 用隐庆练佛声中 通过了第二殡仪馆五百多具的冰柜 都走到长廊 把他的大体缓缓地放进去 冰冷的冰柜里面 另外我陪伴了一位高级长官 也是三线四颗心的 他的儿子自杀 唯一的毒子自杀 七孔流血 在二馆 第二殡仪馆的冰柜里面 不忍诸督 我们作为三线四颗心的校长 忍痛的悲哀 他夫人几乎快昏倒 我在那个地方陪伴他 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你真正会体会到 世间苦人多 有什么好争的呢 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好 再来 跟我交情非常好的 我们北市警局的副局长 李副局长 一生工业标病 全国有名 最后 英年早逝 六十二岁 慧性癌 最后也是我陪伴他 在台大医院度过 最后插管 整个脸肿的也是不行 最后断气的时候 嘴巴都是血迹 他也是放不下 副局长的位置 都还没有坐 坐热 就要离开了 最后我帮他全程的忙 注念 安排 在 调剂的这个场合 放在 装活一间佛寺里面 把他打理一切 另外 一位也是三线三星的长官 夫人得癌症死掉 最后他自己也本身也得癌症死掉 局长都没做完 种种种的这些 其实都让我们深深的体会 真的这里面讲的 名利场中 谈此变过 应该在自己的本分上 做这功夫 阿瓦斯说 你会吗 你气会了吗 你领悟了多少 你功夫成片了吗 你往生有把握了吗 你今生所累积的 善跟福德一年有多少呢 如果一点功夫都没有 一点善跟福德质量都没有 那就是后面那句话 佛计空来人世 让作一朝阿 所以 我以上讲这些感叹的故事 都是真实故事 发生在我身边的 我选择跟霍菩萨在一起 我选择清修戒定会 洗妹探症死 我学习佛陀一样 他放弃王位不继承 左上修行解脱之道 这是正确的道路 左向菩提解脱之道 所以 这一段我想 老法师说 我们都一定要 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能够为个人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团体 要为国家民主 为整个人类 这样的善心善恋 要以日激增 不可以消退 这种念头如果消退 就堕落山土 堕落恶道 我们明了这种意念 如果真的是以日激增 天天有进步 那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动力 那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动力 推动我们勇猛精进 自自然然 不必做意 天天就是在激功力的 我想老法师这一段开示 我深深有体会 我们就在学习这个精神 我们要学习这个生命 我们来个人 你来说